總統拜登星期四表示 在動蕩任期僅6個星期後 就要卸任英國首相的卓維斯 是支持烏克蘭抵禦俄羅斯侵略的好夥伴 但拜登拒絕對他的辭職發表意見 拜登在白宮登上總統直升機海軍陸戰隊1號 將要遲網賓夕法尼亞州時 對記者說這是卓維斯自己的決定 但他表示卓維斯是在俄羅斯 及烏克蘭問題上的好夥伴 英國人將會解決他們的問題 拜登駁斥了美國最悠久的盟友 英國發生的政治動盪 將會對美國帶來潛在逸出的效應的說法 拜登表示我不認為這有這麼重要 卓維斯時事前 他的無資金支持減稅計劃使得英鎊崩潰 並且提高借貸成本 從而引發了金融市場的動盪 拜登曾經通過電話 和卓維斯討論烏克蘭的問題 並且在9月聯合國大會期間 和他進行過面對面的會議 他曾經明確表示 反對卓維斯對超級富豪減稅的經濟計劃 有一個人的大門 對卓維斯對超級富豪減稅 對卓維斯對超級富豪減稅 最高的一位 感谢观看